法副冤民法律服务中心举办年度座谈 邀请法律实务跟学界人士参与 探讨冤民重大议题 吸引雪兜族人全网学习新知 今年来就是发现到法律上很多实务 就是跟原住民有极大的议题相关 藉由这种机缘下就想要更加来认识 所以就来参加这次的讲习 这次座谈也邀请台湾高等法院法官钱建荣 从宪法角度探讨原民狩猎权跟猎枪使用权益保障部分 提出见解 他也认为国家法律的制定 应该先从尊重原民自决权益开始 最后就是我呼吁的大官 其实要重视跟介入的 就是关于一切不只是狩猎权 对于原住民族的所有的国家法治的管制 要尊重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精神 尊重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 惯喜 然后来制定法律 建立一套属于原住民的正当法律程序 这才是最重要的视线的结果 谢谢 原住民族法律服务中心 自2018年成立 经常走进部落 协助族人面对司法征送 包括王光路缩链案 卡大地步光电案 雅宁案等 未来还有许多案件等待相关法庭来提出见解 我们自己本身的专职律师 已经很大程度的建立了我们在花莲台东 甚至把我们的这种触角拓展到 有需要我们服务的原乡部落 那我们也有几个不同的案子 在最高法院的大法庭 准备要统一见解 回顾原民中心受理的案件 比如说王光路狩猎案 卡大地步光电案 雅宁案等 法服原民中心三年多以来 秉持部落为本的精神 积极主动将友善的法律服务部 殆尽了部落 中尉阿卫表示 法服原民中心目前也积极促成 东华法律原民专班产学合作 提供法律实务经验 培育更多原民法律人才 回馈部落推动原住民族权力实践 原市新闻杂罗宾 华林寿风